杨子是一位实力派演员,差点就有机会参演诚意指导的热播剧《莲花楼》。 这不仅是一次绝佳的事业机会,也是观众在荧幕上见证杨子与诚意交融的机会。 据了解,杨子曾被考虑担任该剧的女主角,引起了观众的极大期待。 杨子不仅以出色的演技而闻名,而且还是一个善于交际,平易近人的人。 评价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的这种性格,使得工作过程顺利又密切,尤其是她与同事关系良好, 并因其性格真诚而友善而受到许多演员的赞赏。 杨子和诚意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同事层面,还发展成了亲密的友谊。 他们之前有机会合作过不少于三部作品,包括《青云之一》、《青云之暗》和《沉香如泻》、《沉香重华》。 这种关系不仅带来了荧幕上的化学反应,而且在工作过程中创造了稳定性和信任。 值得注意的是,诚意和李小冉的年龄差改变了《莲花楼》的主要演员。 虽然诚意提出邀请杨子担任主角,但这个想法被导演拒绝了,因为娱乐圈往往很难接受让顶级女性角色担任配角。 这代表着同时保持艺术品质和满足商业要求的挑战。 此外,两位主演在电影《长相思》和《莲花楼》中的成功,也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。 这两部作品都获得了很高的豆瓣评分,尤其是《莲花楼》,尽管被认为是一部难看的侦探片,但仍获得了8.5分。 总的来说,诚意和杨子在同一个夏天的成功不仅是他们的喜悦,也是对他们出色的荧幕化学反应和工作关系的肯定。 目前,粉丝们都在期待这对情侣在未来的作品中重聚。 回顾杨子,诚意这对充满挑战又成功的电影历程,我们不仅看到了荧幕上才华与和谐的吸引力,也看到了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,条件和困难。 年龄差异,制作决策和娱乐行业的挑战造就了一次难忘的旅程。 这也是我们重新思考电影行业合作和关系价值的一个机会。 杨子与诚意不仅是同事,更是艺术道路上的朋友和同伴。 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,也是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鼓励源泉和精神支持。 此时,我们也认识到灵活性和适应意愿在当今娱乐行业的重要性。 年龄差距和主要演员选择上的挑战,不仅是艺人的问题,也是整个行业的挑战。 由此可见,为了维持和发展艺术行业的职业生涯,艺术家需要保持灵活性,准备好适应变化,并毫不犹豫地面对困难。 他们不仅是那些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人,也是那些传递团结、忍耐力和奋发向上的信息的人。 希望观众通过他们的成功和困难,找到追求梦想的动力和信心,不断努力去征服人生的伟大梦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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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